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在之前致飞生物的文章中价值事物所有讲 国内当下的疫苗市场还不太成熟 大家除了对儿童疫苗关注度较高外 老年成人苗的渗透率都还极低 老人成人苗的消费情况 基本只会同疫苗所预防疾病的死亡率成正比 比如HPV这种能起到一定防癌作用的就会比较畅销 新冠这种大家都很恐惧的 就会基本全员接种 而流感这种在大家认知中就是预防个小感冒 渗透率便一直提高不了 隔壁欧美全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率约为50% 重点人群中老人和小孩的接种率能超过60% 甚至接近70% 我国却10%都不到 毕竟咱们国家还属于发展中国家 大家没有那么多闲钱给自己打疫苗上保险 钱都是用在最迫切的地方 因此很多产品是否能放量 有时候还得结合我们的国情考虑 当下国内的国情就是 小孩致死率高 大家受重视的疾病疫苗容易畅销 2023年Q3 康泰生物的人二倍体狂苗获批上市 不同于其他很多存在感较低的疫苗 狂苗的存在感一直都较高 且绝大多数人都有打过 毕竟狂犬病的致死率差不多是100% 所以只要被狗咬过的基本都会去打一针 所长也有打狂苗的经历 截至2023年9月 中国获批上市的人用狂犬病疫苗有近20种 近两年有批先发记录的有10种 若按照细胞细分类 可分为Viral细胞 地属肾细胞和人二倍体细胞 狂苗市场看似竞争激烈 但由于人二倍体细胞的细胞机制 来源于胎儿的正常肺组织 无致癌性 且可避免疫苗疫苗中 宿主蛋白和外源DNA残留的问题 不良反应率最低 且起效快 保护性强 属于狂犬苗整个市场的消费升级品种 整体价格最高 最具前景 也是被互推荐为金标准参考的品种 在康泰生物的二倍体狂苗上市前 相关市场一直属于康华生物独家 即便有三年疫情 产能释放及认证节奏制约等不利影响 康华的业绩增速依然十分迅猛 康华当下业绩可以是所全部来自二倍体狂苗 这里需要额外解释一下 疫情期间不必说了 大家都不出门 自然被狗咬也少 2019年 康华的狂犬病疫苗销售增速 有受到分包装线更新 和GMP认证影响 所以 2020即便经历疫情 也有爆炸式反弹 至于2023业绩小幅下滑 核心在于公司2022年7至9月停产 影响批签发 2023前三季度人二倍体狂苗批签发量37 同比下降54.9% 加上局到库存水平较高 影响公司发货由下图可知 康华2022年批签发确实较多 渠道库存应当不少 不过 拉长周期看 康华的二倍体狂苗整体增速 还是颇为可观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其净利率极高 所以 康泰生物的相关品种上市 必然也将分到很大一倍羹 康泰的营销能力 产能都远大于康华 产品也优于康华 这里也要额外提一嘴 康泰获批的接种程序为 五针法和二一一四针法 而康华只有五针法 对比五针法 二一一四针法 可减少两次就诊 接种费用 以及少打一针的费用 所以 康泰未来反超康华 成为人二倍体狂苗龙头 可能性极大 也有望较大程度 提高人二倍体狂苗 在整个狂苗市场的渗透率 PS 目前 Vero细胞狂苗 是市场主流产品 2020年P先发量占比88.6% 而人二倍体狂苗占比 仅为4.7% 自康泰以后 国内人二倍体狂犬病疫苗 处于临床后期的公司 还有制飞生物 成大生物 成都所 这三家的产品 估计会晚康泰一杠两年 它们都是四针加五针打 康泰的二倍体狂苗 2023年Q3货批 一般来说 会有两个季度做市场准入 不出意外 2024Q2便能正常售卖 给予公司全新的增长增量 不过这也相当于 就不要期望2023年狂苗 能给公司贡献什么收入了 除了二倍体狂苗外 康泰2021年9月上市的 13架肺炎疫苗 也是一个正在快速放量期 市场竞争格局较好的大品种 当下国内只有外资品牌 辉瑞和国产沃森 而辉瑞在国产大军上市后 立马就步行了 疫苗行业的潜规则 国产产品上市后 外资的份额会迅速下滑 后续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13架这个市场相当一段时间 还是沃森和康泰两者的PK 康泰的13架肺炎疫苗 在2022全年卖了200万之左右 迅速占到当年营收的近30% 2023康泰的原计划 本来是在2022的基础上 销数量翻倍 虽然公司没有单独披露 13架肺炎的销售情况 但结合投资者交流的情况 和今年的P先发情况看 想实现翻倍的目标 有难度投资者交流 披露13架肺炎 在2023H1的销售收入 较上年同期增长约61.3% 2023年就只有Q3有12匹4的P先发 不过考虑到肺炎秒的销售旺季 一般在下半年 尤其Q4秋冬季节流感 肺炎频发期 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没希望 毕竟隔壁的流感整体情况 也差不多 而2023年Q4流感 肺炎有多严重 相信大家都清楚 就康泰投资者交流的说法 公司对自家的13架肺炎 还挺有信心的 并外 公司这款产品出海 也迈出了关键一步 截至2023年 康泰的这款产品 先后与印尼 菲律宾 巴基斯坦 沙特阿拉伯 印度等国 签署了合作协议 并在2023年10月 获得了印度尼西亚上市许可证 2023年12月 与埃及疫苗企业 Jambax Egypt 达成代理许可和技术转移的商业合作 自2023年起 康泰后续管线 会陆续有大品种上市 2024年会上水斗 也还有望上IPV 2026预计上新五连苗 后续还有新四连苗 甲肝 五架口服轮状 二十架肺炎 四架流感等大品种 全球十大畅销疫苗 除了HPV 其余九款公司 全都有布局 未来五杠十年增长动力 基本可持续下图为 截至2023H1公司的 在延管线情况 布局的研发项目 有三十余项 其中进入注册程序的项目 有十六项 这里也放一个相关卖方 对康泰的业绩预测 虽然100%不准 但基本可以看一下 市场对公司的期待 2023至2025年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6.32 50.65 67.23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15.05% 39.45% 32.73 规模净利润分别为 10.23 14.15 18.66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2023同比失真 38.32% 31.85 我们主要从康泰管线里的产品 陆续兑现来说明 其好日子即将来临 这里也不妨从现金流情况看一下 2020-2023年 是公司大幅投入期 新冠 十三甲 狂描 都需要建工厂进行投入 而到2023Q3时 自由现金流已经实现转正 标志着公司 开始从投入期进入收获期 随着公司现有的 能贡献现金流的产品逐步增加 未来有望实现 全靠自己的自由现金流覆盖掉 再投入成本 不再需向资本市场伸手